華為在業界一直有著頂級的手機攝影水平 並且一直著重發展手機攝影領域 當前華為P40系列發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然而現在我們不得不將目標 轉向華為下半年即將發布的新旗艦產品 Mate40系列身上 並且它在鏡頭方面又有了什麼舉動 現在是更多人關心的話題 以郭明慈最新的分析預測 他表示華為公司現在將開始在Mate40系列中 使用自由曲面鏡頭技術 這些鏡頭可以拍攝更廣更多的範圍 並提高畫面的精細程度 減少廣角拍攝中的畫面施政 顯然這種廣角特殊技術將獲得了華為獨有的專利 並且這在未來它還是華為的獨有專利產品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華為擁有自由曲面鏡頭的專利 因此該鏡頭很可能只會出現在華為手機上 而供應鏈將無法供應鏡頭給其他的手機品牌 前陣子華為推出了P40系列 華為其在新手機中使用了Audio Vision LEGO鏡頭 該鏡頭是業內最好的鏡頭之一 現在新的傳言表明華為將進一步開發 其他類似這些更好的鏡頭 不過現在廣角鏡頭已經在開發中 此外,光明池且還對新旗艦Made40系列 進行了一些更多的解釋 予有自由曲面鏡頭的華為Made40計畫 在2020年下半年發布 華為也已經獲得了這項技術專利 Made40系列將憑藉該技術能提供更好的鏡頭成績 尤其是在廣角拍攝中 另外在自由曲面鏡頭中 還有提到,曲面鏡片將具有各種曲率 其通過外界獲得圖像信息後 自由形式的鏡頭 可以提高拍攝過程中的清晰度 並可以進行更精準的微小調整 完成有史以來,其他廣角鏡頭做不到的一切 目前大多數成像系統是旋轉對稱的 現在自由曲面鏡頭將打破這種傳統旋轉對稱性方式 它可以是在校正、相位差方面帶來更明顯的效果 同時它也可以使整個成像系統不犧牲圖像質量 使其相位也變得更緊密 但是目前還按尚無聲之關於該像技術的更多詳細細節爆料 從理論上看,它屬於保密專利協議 不過現在從技術角度分析 它至少是讓人聽起來非常印象深刻的 好了,今天的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